2005年 一位老农突然来到湖南政府 拿着手中的欠条 口口声声的表示 要向中央讨债 这是一张来自1945年的欠条 在买是岁月印记的纸条上 白纸黑字的写着 八路军贺龙的字样 而借款金额更是足足有420块大洋 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欢迎百度搜索贺龙欠条 了解更多革命往事 点个三连 咱们接着往下讲 借条上写明借爱国人士周连池先生 大米64斗 大肥猪一条 银元420块 铜钱500块 小钱10罐 祖国同一时来中央 八路军贺龙 例据时间是1945年3月 借款人贺龙 并盖有贺龙和一位名叫陈局生的印章 通过查阅资料工作人员发现 抗日战争末期 贺龙元帅的确曾在湖南一带活动 从理论上来看 老农提供的欠条合乎事实逻辑 但是八路军向来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传统 身为八路军长官的贺龙 更是不可能带头作案呀 再加上建国后 党中央曾集中发起过 偿还百姓军需欠款的活动 如果老农所说的情况属实 那么中央应该有备案才对 考虑到此事事关重大 湖南政府的工作人员 立即将老农送到了中央 以便做进一步的核实 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来到中南海后 事情变得更神秘莫测起来 原来通过核对字迹 工作人员发现 除贺龙二字以外 其余的字迹均与贺龙元帅的笔迹不一致 再加上欠条 减凡兼杂 同样也不属于贺龙元帅的书写习惯 面对一脸疑惑的工作人员 老农表示 欠条是贺龙元帅与父亲拟定的 自己当时年纪还小 并不清楚太多细节 无奈之下 为了彻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中央决定派专人前去寻找贺老总的外甥 向轩 他当年曾与舅舅一起在湖南一带活动 幸运的是 向轩还记得他与老农父亲相处的经历 向轩向中央表示 当年因为情况特殊 廖汉生的确曾以贺龙的名义向群众借款 在经由后勤部一位名叫陈局生的战士审核后 交给贺龙签字确认 而当时情况紧急 陈局生才会在慌乱中减凡字体汇用 曹操拟定了这一欠条 并在欠条末尾盖上了有自己名字的印章 而贺龙元帅也只是在欠条拟好后 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并没有亲自出面 向轩的证词 为党中央破解欠条之谜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直到这个时候 中央才知道 原来在那个特殊的抗战年代 还曾有这样一位群众 默默无闻的为抗日做着自己的贡献 当即党中央便启动了 偿还贺龙欠条的相关工作 考虑到这张欠条在建国后有所遗漏 又花费了整整十年来寻找真相 中央最终决定连本带利 一次性还给老农八万元 在那个年代八万元并不是小兽母 在收到钱款后 老农气不成声 他向中央表示 因为种种原因 自建国后他便家道中弱 如果不是实在难以维持生计 他不会前来讨债 可在中央看来 老农的讨债 却是对中央信任的表现 只有深信共产党 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 老农才会不远万里 前来寻回几十年前的这笔欠款 现如今这张穿越时空的欠条 早已被湖南省博物馆妥善保存 而欠条所象征的军迷雨水情 也将世代流传下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 评论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